救护车伴随刺扰的警笛声已经来到眼前 但两名驾驶这时还在为了谁该让谁 吵得不可开交 两个人越吵越凶 似乎没有罢休的意思 后方车流也跟着大回堵 事件起因于大货车跟黑色四小客在窄向会车 谁也不让谁 这时自小客往后退让 大货车经过时突然按了一声喇叭 自小客驾驶认为大货车在挑衅他出言标骂 结果也惹恼大货车驾驶 立刻下车找他理论 双方爆发口角 直到一旁民众提醒他们挡到了救护车 大货车驾驶才气呼呼的把车开走 但自小客驾驶还拉着劝驾民众的手不放 救护车随后快速通过 但也被挡了四分钟 差点就延误到患者就医 当事人骂得很过瘾 却害得后方车辆苦苦等候 要是救护车患者被延误就医 这个责任恐怕没有人能扛得起 只有曾经的小黄总云台中报导